字幕提供 何佩嘉和關鋒兄 兩個都因為選港姐入行 但他們不同街 只是一起做過港姐再競選 難道那時就已經認識? 據我印象中 我們應該真的認識 就是拍攝《玩轉心中懶人包》 但其實我們第一次一起做的 就是再選 對 但不是因為再選 我們是正秀才會見面 因為之前的排練都是各自 真正深入了解 就是玩轉心中懶人包 任何佩嘉和關鋒兄成為好姐妹 他們對對方的第一印象又是怎樣 我當時以為她是小妹妹 因為她小小顆 然後很可愛 又有一點蒙茶茶 但其實我不是妹妹 其實她是姐姐 其實我不是妹妹是姐姐 我對你的第一印象應該是很大聲 有些說話的人都是她 因為我是第三個女生 Hera Hera當時開始都是靜一點 但你一定是最多話說的 跟團隊已經合作過幾次 所以一去到已經很熟 但其後呢 這個吵是誠意三倍 因為Hera很吵 花B也很吵 連同組員也一起吵 即是超吵 超吵 旅遊節目就三個女生一個虛 現在就只剩下何佩嘉和關鋒兄 那就一於跟他們玩遊戲 看看他們只剩下兩個人 是不是一樣那麼吵 先拖先 你先拖先 很考驗智力 我不數了 嘩 我捉到了 二選一先 窩窩牌先 你選吧 我會接受到的 你選吧 我會選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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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轉行 我會轉行 因為我轉行賺了很多錢 你不要 你選事業 我可能轉行賺了很多錢 我自己黏起來就可以了 你不用選我 我自己黏起來就可以了 我的臉皮很厚 你選事業 我會黏起來 我選了 我已經選了 你很感動 我親妹妹都未必會選姊妹 想不到你選了姊妹 你別哭著 媽媽媽 好 3 三 二 你認識的藝人當中 請說出兩位分別最孤寒及最八卦的藝人 為什麼 最八卦就是你 因為我們去內地拍節目的時候 然後Fabi就跟Writer一間房間 我就去了他們那裡聊了一會兒 然後我就坐了一會兒說 算了 我回房間睡了 誰知道我回了房間之後我就覺得很悶 很害怕會失去他們聊的八卦東西 然後回到房間裡幾分鐘又回到他們那裡 最大的問題是我想睡覺 不理你自己聊 然後他明明來了我們房間 還嫌我大聲睡覺 你好吵啊 我要聊天 來別人的房間之後再霸佔別人的空間 你看看我們去拍旅遊節目的時間這麼短 你怎麼可以只顧著睡覺的 當然要起來一起聊天 我每天已經清醒的時候 對著你十二個小時 連晚上睡覺的八個小時 都要對著你二十四個小時內 除了去洗手間的時間之外 都已經跟你在一起了 我不八卦的話 為什麼可以說這麼多話給你知道 是不是 所以是我八卦 所以是我八卦 我承認 那誰是最沽寒 最沽寒 有誰呢 真的沒有 我們遇到的都很大方 即使林正鋒 其實正鋒也會買咖啡給我們喝 對 其實只有正鋒買咖啡給大家喝 好像是 最近他找那麼多 對 好 到你了 好 我這次左手 3 2 1 3 2 1 OK 做得藝人當然曾面對聽過不少毒涉說話 覺得最難受最深印象是哪一遍 應該很多 有很多 但我覺得已經 已經免疫了 對 已經免疫了 例如有時候在照片裡留言 說我的人好像一個叻子 為甚麼 不知道 甚麼意思 都不知道 畫面玲瓏嗎 真的 肥死多 可能是 原來是讚美 因為我都收過很多 人們很壞 好 我試過剛剛選 在電視上宣布有哪一個參選 我試過是一個中學同學 他當時 他把我的樣子 在我的眼中 在我的眼中 在我的參選照片中 在我的相片中 在我的相片中 然後就說我是因為貪錢 所以去了選 然後我進行後 很想跟他說 其實一開始 大家都會經歷過 一段很長的時間 你不是真的賺到很多錢 再加上我之前 工作很穩定 一個月 我起床點做護士 三萬多元 所以我不明白 為甚麼他會這樣說 這是傷害我最深 因為他認識你 你覺得 被陌生人說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也不認識我 沒所謂 你喜歡說甚麼就說甚麼 你不認識我 但我覺得在一個中學同學 起碼他好像 比較個人 認識你的時候 那句說話會傷害你 我真的傷害我太深 最後我刪除了他 對 我不是刪除了他 是我刪除了他 因為我不想再看到他 任何故事 是關於我的 但你看我 沒有問題 你可以看我之後的人生有多精彩 對 你會不會看那些討論區 其實我不會 我們不會 我不會 我是搜尋的 我又不會 因為我覺得 讀事的說話 和別人給你的意見 是兩回事 我覺得我要聽的就是 關心我的人 和我做事的人 給我一些有建設性的提議 你這樣可以做好一點 你這樣可以做好一點 但如果你直接 只是踩我 不是幫助我成長的話 我覺得這些說話 其實不需要聽 因為你也是想 你不是想 我難受 你不是想 為這件事好 即是你說 我很像一個LEGO 如果我真的 像一個LEGO 我也沒有辦法 即是 或是 你又像男人 你又不像一個LEGO 可能比較方便 或者像男人 如果你說我像男人 我也沒有辦法 即是 我改變不了 你不是這樣 很好 那時候我喜歡他 就是覺得他很靜能量 然後 對 不過我現在改了一點 我現在已經不太看了 之前我就會看 因為當時做完我回家之後 經常都有人罵我 孝婆 死孝婆 然後又說 看他的樣子 一定是很巧 不喜歡他 有時候 有一陣子 就會多了很多這些評論 不過 現在 少了一點 我也 沒有看 對 好 3 2 1 我選 入行以來 有沒有出席過富豪飯局 給人問價 給多少錢 你才會去 問價這件事 能不能說 我 有試過 在IG被人問過 說給 10萬元 不做任何事 只吃飯 可以嗎 我是沒有理會的 因為 會覺得 為何我要收錢 去跟你做這件事 沒有這個必要 就算你給我100萬 我也覺得不需要去 這一刻我找不到 難保我 明天找不到 所以 甚至給我1000萬 我都不會去 給你這麼多錢 難道真的跟你吃飯嗎 肯定有其他要求 所以 沒有這麼假 這個世界 不需要 對 這樣就 搞便宜了自己 我寧願自己養活自己 我又不是要買 H字頭的包包 又不是要全身 鑽石戒指 金鍊 像何太那樣富貴 其實我平時 都是拿個環保袋出門 他每天都穿同一件外套 對 18天的大陸出門 每天都穿同一件外套 然後有一次 何廣貴在街上 為何會認得他 就是因為 他也是穿同一件外套 然後發露在群組裡 就是 我看到何佩家 當然能認得一件外套 我平時不用上鏡 不用去見別人 其實一個月穿同一件 我都可以 即使我今天來 我還是要去 問我朋友借 幫我借衣服 然後 才可以扮靚靚 我每次在街上的狀態 都是運動 跑步的 其他東西 我就甚少買了 還有現在 這個時代 我覺得 不需要那麼多 花花巧巧的東西 其實有些基本的東西 然後 你的生活開心 就已經很足夠了 何佩家和關鋒器 在玩遊戲期間 爆了不少猛料 一個就被人說像LEGO 另一個就被人問過 那麼多猛料 日預不要讓他停 而下一集 就讓他們互問問題 喂 問問題而已 這樣也哭 想知道何佩家 一甚麼事哭 就要留意下一集的 真是這麼朋友